注意看 这条三吨重的鲨鱼被滑轨缓缓地输送到湖中心 很快运行中的鲨鱼就停了下来 然而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使前苍龙一跃而起 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将鲨鱼吞入户中 紧接着巨大的苍龙落入水中的一瞬间 激起白米水滑 瞬间将看台上的观众淋个拓星凉 他们不但没生气 反而欢呼雀跃起来 就在所有人沉浸在喜悦当中时 突然 咔嚓一声观众台开始下降 这时观众开始惊慌起来 然而下一秒眼前的警官让众人明白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这是原方精心设计的小惊喜 让观众可以跟随下的苍龙近距离接触 原来这是一家可以让游客跟史前巨手 近距离接触的恐龙乐园 在这里你可以骑在恐龙身上 近距离抚摸恐龙宝宝 还可以坐在仓鼠球里 游行在巨型恐龙身边 然而就在小帅和弟弟玩的正起进时 原方突然通过广播告知 由于技术故障 需要所有旅客返回度假区 弟弟听见广播后明显流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看到弟弟不开心 小帅提议他们可以再玩一会 说完便重新启动了仓鼠球 就在这时 周围的石草恐龙开始躁动起来 然而小帅两人并不以为人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丛林深处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四只悠闲的甲鸣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就要发生了 不知什么时候 一个霸王龙悄无声息的钳子在两人身后 当两人听到声音往后看去 我刺牢 一只凶猛的霸王龙正果是甘甘的看 霸王龙将仓鼠球按在手里把握 然而下一步 他们的下场是小的只